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款超易煲的汤水 健康又可以去水種 功效多多 其實說的是粟米酥水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身體濕氣太重 其實會有很多問題 又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去濕的湯水是很重要的 今次就是街市找到粟米酥 我發覺不是每天都可以買到 可能偶爾遇到它 今次就很幸運買得到 既然剛好遇到又買得到粟米酥 所以今次就想嘗試用它來煲水 因為聽說功效都不錯 其實小時候父母已經經常煲給我喝 首先拿出適量份量的粟米酥 用之前就一定要洗乾淨些粟米酥 然後就加入4碗水左右 4碗水就大概配10至15克的粟米酥 之後就開火煲它 煲到水滾就可以關火了 有些人可能會煲久一點 可能再煲5至10分鐘左右 這個就很隨意的 我自己就煲到水滾 然後也會關火 讓它多焗一會兒 這個粟米酥水 還是有些人會叫它做粟米酥茶 做法真的很簡單 純粹放進水裡煲一會兒 水滾了就可以喝了 功效都不錯 特別是水腫 去濕那方面 最近我喝了幾天都覺得個人沒那麼累 而且沒那麼水腫 我之前試過尿道鹽 好像有點不斷味 看中醫都說可能因為濕重 所以就令到鹽症沒那麼快 好回來 都因為喝了這個粟米酥水 其實舒緩性都很大 因為它幫助我去濕 之後我都用粟米酥去試煲不同的湯水 最近其實都健康了很多 感覺上沒有那麼容易病 所以我也覺得大家可以儘量花一點時間 去煲一下湯水 對健康是非常之好的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一次再見 拜拜 會不會看嗎 有些人可以不想說 然後我們再次找一下